那个编辑像板部分的话 这个编辑像板部分 除了说那个Data List之外 像那个前面还有一个Fone View 设定的方法也是一样 或者你只要看到那个控制像里面呢 可以编辑像板的其实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完成 那另外呢如果他有属性产生器 不是每一个都有属性产生 像这个地方有个属性产生器 里面呢当然如果说 像我们这个留言 如果你觉得 这个纵向一览旁边空白 你觉得看起来有点浪费空间 你想要多放一点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 资料行的部分你可以设为2 那方向的话预设只是垂直 如果说你想要左右1234 而不是1234一直往下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为水平的 那配置的方法的话你也可以更改 你要是表格还是流程配置 那这部分你也可以做修改 我们如果改这两个试试看 按套用按确定之后的话 直接把它储存 执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只有一栏的 而且是从上到下 这个时候呢 他会变成说 123456 就是说他的方向 他是 左右左右 如果你的资料呢 假如说比较适合这样的版型的话 你也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 排列 排列方式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 把资料显示出去的话呢 这边其实他提供 还算蛮灵活的 比如说编辑样板 另外就是属性产生器 这个是他 比较有弹性的部分 但是我刚刚我前面有讲过 他比较没有弹性 就是说呢 他没有分页功能 第一个 他也没有办法新增修改删除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他的弱点 那这个弱点的话呢 怎么样做改进呢 其实在 还好就是说呢 在ASP.NET 4.0之后的版本 才有这个所谓的List View 这个List View